加油 都说运动员只有成绩好才是真的好 可是自从吴燕妮因为外表走红后 很多运动员都开始用颜值出圈 近期刚刚结束的成都铁人三项运动 又让日本选手马静爽成为了观众的新女神 只不过这位新女神也因为穿肘问题被网友讨论 在本次的成都比赛上 因为比赛过程中脚步受伤 导致了马静爽的状态受到影响 最终成绩不敌冠军蒋东梅位列第二 虽然是第二名 但是和第一名的成绩相差甚少 而且铁人三项是极为考验人的体力极限的运动 不仅三项运动中需要快速转变 就连全程路线也非常长 所以能全程完成比赛 并且在众多参赛人员中获得名次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谁能想到这个身体素质强悍 并且能在众多运动员中获得好名次的冯静爽 小时候竟然是个病秧子呢 98年出生在河北的冯静爽 家庭条件不错 父母对他也十分开明 只不过冯静爽的身体从小就十分不好 经常生病需要去医院 小小年纪的冯静爽对于去医院轻车熟路 后来冯静爽妈妈的朋友建议 可以送他去学游泳增强一下免疫力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妈妈就帮他报名了游泳班 没想到冯静爽学习之后 真的喜欢了游泳 于是他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刚开始学习游泳的时候 冯静爽还年纪很小 训练没几年后 他就成功被选进了省游泳队 多年的游泳训练 让冯静爽的身体素质好了起来 之后就进入到了解放军队 成为了一名军人 在军队时 冯静爽才开始由游泳转向铁三 经过一年的训练 冯静爽就在一次比赛中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是运动让冯静爽变得更加强壮 所以即使因为赏饼退役了 他还是会坚持运动 并参加铁三的比赛 而最近的一次比赛 就是获得名字的成都铁三项目 只不过参加运动比赛 大家关注的一般都是成绩 可是现在 大家的目光似乎已经旁偏了 一直在关注运动员的穿着 冯静爽最近也因为运动服的原因 陷入了一片质疑 成绩优异 长相也甜美可爱的冯静爽 在比赛过程中受到了许多的关注 但是他在台上领奖时的照片 却被很多人指责暴露 原来在领奖台上 冯静爽穿着的是自己比赛时的衣服 是一件连体泳衣样式的运动服 还是三角的服饰 看上去大片白线的皮肤裸露在外 这样的衣服让很多观众表示 冯静爽的传达过于暴露 而且非常不得体 以至于质疑他比赛时 真的有必要穿这样运动服吗 在引起大众的讨论后 又网友翻出了冯静爽之前的旧照 说他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人 一定有过面部调整 然而近期 女性运动员因为外貌和服装问题 不止一次的被网友指责 距离最近的就是跨栏选手 吴燕妮因为暴露的运动服 再加上精致的妆容 让吴燕妮成为了讨论的对象 现在冯静爽也陷入了这样的争议之中 只不过这次并不是他第一次 因为铁三服被指责了 在之前的一次比赛中 冯静爽穿了一身绿色的运动服 三角服饰让很多网友指责他一拙露骨 还没有拿到成绩 就是来吸引眼球的 面对种种争议 冯静爽在比赛结束后特意录制了视频 向观众科普了铁三这项运动 以及服装问题 因为铁三运动是一项非常考验人的运动 衣服的选择也会影响到比赛成绩 原来的铁三服是上下两分的 但是由于有游泳项目 所以连体的服装就更加受到运动员的青睐 而连体服又分平脚和三角的 但是无论两种服饰都是符合比赛规定的 选择三角的也只是冯静爽的个人选择 冯静爽在视频中表示 自己是为了减少游泳过程中衣服吸水 另外就是平脚衣服在自行车过程中 会勒住大腿从而影响成绩 所以穿三角运动服也只是冯静爽个人的运动习惯 而且衣服都是合规的 并不存在为了新眼球故意这一说 就像之前被跨栏运动员夏思宁 也就是因为三角运动裤被网友指责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而是下一场比赛继续这样穿来回应质疑 所以运动员的比赛服装都是合规的 并不存在所谓的新眼球这样的说法 不管穿什么样的服装 只要有能力获得名次就是优秀的运动员 更何况冯静爽现在已经用成绩回击了争议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同样期待今后冯静爽能够拿下更多优异的成绩 好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